现在我来介绍的是均值定理,所谓的Mean Value Theorem。 那要介绍均值定理的话呢,我们从图形来解释是比较简单的。 我们就假设这个函数F的话呢,它是一个连续可为分的一个函数, 也就是说的话呢,它中间没有断,而且的话呢,AB之间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变化。 那么我们就这么说了,我们把AB之间的这个这两条线做一个连接, 这个连接的话呢,这个斜率我们来算一下,这个斜率是多少呢? 我们这条线的斜率是FB减掉FA除以B减A,这是这条叫做割线的斜率。 那么均值定理说的是什么呢? 均值定理说,你只要的话呢,是它是平滑,而且的话呢,它是没有断的话,它可以为分的话, 我们一定能够找得到一点,它的切线的斜率跟这个割线的斜率是相等的, 也就是说我们必然是存在一个数字叫做C, 使得说它的话呢,能够刚好的话呢,能够符合它的为分是它的割线的斜率。 那么这样子的叙述,我们就称为均值定理。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,叫做洛尔定理,我们来看看。 我们常常的话呢,会把这个洛尔定理的话呢,也是一个均值定理的一个特例。 什么意思呢?来,我们看一下。 F是一个连续可为分的函数,如果说它有两个值是相等的,我们来看一下哦,它是相等的。 各位同学看,BA,相等了之后,B存在一个C,在AB之间,使它为分等于0。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,这是不是均值定理的一个特例,FB等于FA,那左边就是0,为分C,F'C就等于0了。 那么我们用图形来解释是怎么来看的啊,来,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。 FB在这边,如果它这个值是相等的话,我们的话呢,知道它是一个连续可以为分的,也就是说,不论它是上凹或者是下凹,我们的话呢,一定能够存在一个数字,能够让它有一个水平的切线。 我们看到这边,还有的话呢,也有,有的时候还不止,你看看哦,现在的话呢,它的话呢,AB,这两个高度是一样,中间是一个连续的,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变化。 那我们的话呢,可以肯定的说,它至少的话呢,一定存在一个数字,能够让它同时拥有水平的切线。 那么可能有一个,也可能有两个,也可能会有三个。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洛尔定理。 那这个洛尔定理的话呢,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。 来,我们来看看立体好了。 这个立体的话呢,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考,就是说,假设两个人的话呢,同时赛跑。 我们来,甲乙的话呢,两个人同时出发。 好,现在的话呢,到了终点。 甲的话呢,的速率的话呢,是FT,乙的速率是GT,两个的话呢,可能互有高低不一样。 那现在的话呢,T是代表的是时间,那么F跟G代表的是位置。 那么我们可以说,那就这么讲了。 假设的话呢,他们是同时出发,同时抵达,同时抵达哦。 那么我们的话呢,可以证明什么呢? 他们的话呢,速率的话呢,一定在某一个点上面,会有一个相同的一个点。 这怎么说呢? 这要利用洛尔定理来看。 来,我们来看一下啊,这个先说好啊。 FG的话呢,会可为分的连续函数啊。 来,我们看一下。 这个的话呢,甲的速率叫做FT,乙的速率叫做GT。 那么我们就设一个叫做HT好了。 叫做FT,减掉GT。 好,那么我们,我们已经知道了说,它的话呢,是同时出发,同时,这边的话呢,是相等的,这边也是相等的。 那么我们就肯定的说,中间的话呢,有一个点叫做C,洛尔定理说的。 说一定存在,这个是存在啊,这个符号的话呢,exist,存在一个C, such that,使得H'C是等于0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,我们来围分一下。 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呢? 它的围分等于0,也就是F'C,减掉G'C等于0。 也就是F'C等于G'C。 那么也就是说,在C的那一点的话呢,围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? 围分的话呢,意思代表的是速率。 我们的话呢,位置的函数的对T围分,就是速率。 也就是说,在C点的那时候的瞬间速率会等于,这两者之间的话呢,F跟G是相等的。 那么也就是证明了,假以两个人,在C点,速率是完全相等的。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,洛尔定理的一个立体。